自通安全 协调沟通早日完成立法的程序 另外呢 因应自通安全管理法的通过 我们各机关 治安人员不足的部分 本院自通安全处 已经有相当的规划 同时也要请各部会首长 在你们各部会 还有所属机关的 总员员范围之内 要尽量根据这个法的规定 考量治安人员业务的必要性 还有重要性 来合理配置 治安人员 落实还有推动 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治安工作 那么另外就是 治安人才的培育的部分 这个部分要请教育部 经济部 还有国发会 协助来推动 治安人才的培育的事宜 那么逐步的来带动产业 还有学界 治安专才培育 以其能够达成 我们各机关 治安人力的政策目标